我又一分钱没有 钱都给你们赚了 我为什么要拍 我不拍 这就是我的反抗 那其实已经是违背了国家的原 已经是违背了国家的规矩 当时的规矩 和国家当时的这种政策 那么因为大家会给你上很多的教育 就是你违反了中日的友谊 你不拍 日本两个国家友谊就给你破坏掉了 那么最后呢 多方研究以后就说 算了算了给你十万了 你拍吧 国家拿一百一十万 那我说那好吧 起码有十万吧 这个十万在1982年是一个 是一个天文数字嘛 对大陆来讲 那是我第一个十万 因为我知道底线 我就算不做 我什么都不做 你最多就开批斗会批诞我 就是开批判我而已 你不会把我送去坐牢嘛 你也不会把我去 我最大的底线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根本不相信别人告诉我的东西 那么我根本不相信 唯一的一种途径可以达到什么 比如说 你只有这样是爱国的 你不这样就不爱国 那我一直的思想就说 我爱国是我的心理 我有很多种爱国的方法 我要不要钱并不代表我爱不爱国 但是大人告诉你说 你听话就还叫爱国 你不听话就不叫爱国 那我从小就不服气 我就说不是这样的 世界不是这样的